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 周小長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 和碗塗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切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ealing.com.h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 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袁醫生,最近我又在網上收到一些文章 關於打開心血管的秘方 以及要用心血管的支架大夫要失業的文章 內容是說,有一位住在倫敦的巴基斯坦 一位住在倫敦的人士,去巴基斯坦開會時 突然間胸口很痛 去醫院檢查時,發現三條血管都失去 需要立即做支架手術 即通波仔的手術 但當時她排期時,需要等候一個月 因為她去了別的地方 她在等候時,回到自己的國家 找了一位古法治療師 幫她做了一個食療 她吃了一個月後,再回到同一間醫院檢查 準備去做通波仔的手術時 醫院發現了,那三條血管 完全是通了,乾乾淨淨 一些堵塞的地方都全部通了 為什麼呢? 而這位人士,她是一位很虔誠的教徒 因為她這個經驗之後,需要和大家分享 她將她的經歷和她之前在醫院照了 她的兩條血管等照片都鋪在網上 她的方法,其實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 不過有些複雜 她的方法就是這樣 材料要用半個檸檬 兩大塊薑和一瓶蘋果醋 做法是先將薑切細 將薑放入瓦鍋裡,加上檸檬汁和蘋果醋 大火煮,煮完後用小火煮一下 不要蓋蓋,蒸發水分後 大約半個小時,剩下大約一半的汁液 降溫之後,放入玻璃瓶裡 放進冰箱裡,每天空肚的時候 噴兩湯筋出來,加些34-40cc的水 稀釋,來飲用,早五晚三次 她當時就是做了這件事情 一個月之後回去,血管裡全通了 這個秘方在網上流傳了很久 我們以前也接收過這些資料 但應該值得跟大家再次分享 她的資料用了什麼方法 大家再聽聽,可以寫下 材料是一個半,一個半的檸檬 兩大塊薑,一瓶蘋果醋 幾大瓶,大概600cc 這個就是適當的份量 當然,切多些皮,切小片 把所有的成分煮熟 打開蓋,即是要蒸發水分 去到大概煮剩一半的時候 這個就是你需要用的東西 當然,你可以拿玻璃瓶裝起來 即是雪櫃,慢慢吃 吃的方法就是飯前,空肚食 用兩湯匙,大概三四十個cc 當然用稀釋,因為很濃 稀釋500cc 差不多兩杯水,來稀釋 分組,早五晚三次來喝 即是兩大杯水 因為份量只是兩湯匙的份量 拿杯水稀釋之後 兩杯,總之是早五晚回來喝 其實只做了一個月 很簡單,我相信香港人也可以做得到 甚至乎你說蘋果醋酸,大家也知道 我們很好地買到 是的,我們也有 當時我有一位朋友 他血壓高,也挺高的 他自己的醫生,開了一些血壓藥給他吃 他就發覺到,網上看了他這個方法之後 他就來我那裡,問我 我問我,Della有沒有蘋果醋? 我說有,我當然有,皮藏的醋介紹給他 不過,他說很麻煩 不如我這樣淨飲蘋果醋 我說好,你就試一下淨飲蘋果醋 果然,他每一天只用小杯的份量 混水的蘋果醋這樣喝 他當時醫生給他的鋼血壓藥 每早上吃了,他大約五點鐘左右 差不多放工時間左右 他覺得心跳各樣的血壓提升高 可能因為那些藥已經過效了 所以醫生給了一些重劑的特效藥去吃 但不能吃那麼多 事從他喝了蘋果醋之後 每天去到那個時間,他只要再喝一杯蘋果醋 他的血壓就非常穩定 不需要再吃他的特效藥 持之以行,他都喝了一兩年 現在他的血壓已經控制得很好 大家如果認識蘋果醋 其實蘋果醋有很多幫助,很多功效 很多健康的工具、食物 其實是有多方面的功效 至少消化方面 所以不只是為血壓,避免你通波仔 但避免你通波仔當然很重要 這個當然 不要以為通波之後就一了八了 其實很多這些支架,幾年之後就會失去 那時候他都沒什麼再做 那他通常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除了通波之後,你吃一些薄血藥 薄血藥是阿時不靈的 待會我會和大家分享 到底阿時不靈是否真的有一個有效的工具 其實很多人對心臟、心血管的問題 是很多誤解的 方向上很多人都是 對於這個問題 因為食食也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會導致死亡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將一些情況都混亂了 一起誤解了那個成因 或者處理方法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些資料 因為很簡單的問答題 有五個問答題 大家聽眾就拿一支筆 五個,很簡單 看你答得是否準確 第一個問題 就是大部分人死在心臟病 其實是沒有高膽過順的 是真的、是假的 True and False 大部分人死在心臟病 其實是沒有高膽過順的 這是第一條 第二條,我們經常都聽過 吃一些不飽和脂肪 這個問題就是不飽和脂肪 其實是害處多個好處 是真的、是假的 True and False 第三條 這個問題是 膽固醇不是導致心臟病的起因 是真的、是假的 是真的、是假的 好了 牛油了 大家都知道 這個問題就是 牛油是比植物油好 植物牛油 對你的血管來說 牛油是比植物油好 是真的、是假的 最後第五條 就是所謂那些血管閉塞 其實是可以很安全地 不需要藥物、不需要西藥、不需要手術 都可以是幫你通了它 這條我們剛才都已經有個講過 大家知道了 如果答問題這條一定答得中 好了 起碼你知道一個方法 有很多方法 等一下會和大家分享 好了 那大家的答案是怎樣呢 這條題目呢 其實呢 正確的答案 全部都是真的 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心臟病發作 死去心臟病的人 其實是沒有高膽固醇的 是真的 即是不會是一些特別 他已經被醫生判斷了 你是一個三高高膽固醇的人 但是他是死去心臟病的人 其實是大部分是沒有膽固醇的問題 即是沒有高膽固醇 是 這個是真的 但是呢 不飽和脂肪呢 其實就是害處多個好處 這個是真的 好了 膽固醇呢 不是導致心臟病的主因 這個是真的 OK 牛油呢 就好過植物油 植物油 這個是真的 對那個血管來說是真的 那當然呢 最後一題大家都知道 其實呢 我們可以是通血管呢 心臟血管呢 是不需要用藥 或者用海道的 那這個就是 剛才那個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用 薑 檸檬 檸檬 蘋果醋 蘋果醋 煲了之後呢 就每天喝一個月 一個月都不是那麼久 是不是 有些人吃藥呢 吃一輩子 不會說吃一個月好 吃一輩子都是要吃的 那就是吃一輩子都不好 好了 那還有一件事呢 我想和大家有些人會問 嗯 就是我到底 我怎麼知道 有沒有心臟病呢 是吧 因為這個都挺頭痛的 大家知道呢 心臟病呢 有時候呢 有些人說呢 第一個症狀呢 就是心臟病發作了 就是你知不知道 發作的時候就知道 是發作 而一半一半呢 就是死了 那也都有一個 我該調查呢 如果心臟病發的人呢 如果留在家裡休息 以及趕去急症室呢 其實是差不多的 嗯 以前有些人就說 哎呀 發財吹吹吹去到急症室 好到九條命啊 其實並不是的 嗯 我最近跟大家分享過 我有一位朋友 我都認識的 其實是我弟弟的同學 是 那他也是呢 是 那他也是呢 大概一 最近 一兩年前 年齡也是 我記得提過 那他就跟同學仔 打籃球 發現心臟病 就是出現問題了 是 那他們當時呢 他有一位同學呢 就是西醫來的 是 那即時呢 就幫他抓去醫院了 那他很慶幸呢 他就覺得呢 救星了 救了 很多同學在旁邊 那便及時救了他 那當然呢 接下來就吃很多藥 他不會就這樣 好了 但最近呢 幾個月左右 之前呢 他就覺得心臟不舒服了 那因為他自己有心臟病傳呼 那他就說 哎呀不要了 快點去醫院 快點去醫院 有少許東西就快點去醫院 那他去了醫院 那他就在醫院 那裡 結果呢 在住院期間呢 他都死了 嗯 那就是給你看到呢 就是那個一種 就是我們常常以為呢 啊 及早去 入到醫院 是可以即時醫到你 其實是不對的 是在醫學上 科學上 是沒有證據證實 那當然最重要呢 不是到時才搞 是吧 到時是有五波 五波 你不會馬上死的 第一次 但是呢 最重要呢 我們要做些預防 是吧 就是永遠都是啦 預防勝於治療 是吧 今次不養生 明天就養醫生 是吧 那很多人呢 說要用錢 做那個保健 就不捨得的 但是呢 其實很少人呢 就因為要養生保健 而傾家蕩產的 而很多人呢 當你有病急病 重病的時候 就傾家蕩產 是隨時可見的 那跟大家分享過 在中國大陸呢 百分之九十五個人是病死的 百分之八十個人呢 可能一兩年呢 就傾家蕩產 百分之六十個家庭呢 就要借錢去家人的 那你看這個嚴重的問題 是非常非常之嚴重的 在中國現在呢 大家都是 都是很多這些報道 很多呢 我們在網上經常都看到這些資料的 好了 是的 那我們有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呢 是的 我們有什麼方法呢 袁醫生 或者在你 在你的臨床上面經驗 可以和大家的聽眾呢 分享一下 好了 那有什麼 有什麼症狀呢 有什麼平時的 有機會可以知道呢 其實呢 下面以下 大家都寫下 第一 你有沒有覺得 手指腳指 經常都是冰凍 手指腳指 經常都是冰凍 如果有 寫下 是 有沒有覺得呢 手臂腳 很多時候呢 就是麻木了 睡了覺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感覺 睡一覺呢 哇 突然之間手很不舒服的 是 他覺得摘著它 摘著它 當然呢 任何人呢 摘得太久呢 都會摘得正常 如果不是刻意摘了 或者打側睡 或者怎樣的時候 突然間睡覺 覺得那些手腳腳 或者你平時日休息的時候 都會覺得那些手腳腳 突然間好像有點麻痹了 一般啦 譬如我們經常說 蹲廁所 蹲廁所 蹲廁所之後 起床之後 麻痹得很厲害 我相信我們很年輕 都會有這種感覺 但也有些人 在睡覺的時候 經常睡得不好 覺得呢 經常都好像睡在這裏 手臂麻痹 這個呢 當然 一般人睡到睡覺 應該會動一下 如果你睡得平在這裏 就不會摘著手腳 其實不會有這種麻痹的感覺 如果你經常覺得 手腳有麻痹 其實這是一個警訊 警號 還有呢 有時候覺得 手臂很重 很墜 除了麻痹 沒有很多感覺之後 就經常覺得很重很墜 這是第三個警號 還有呢 有時候你會發現 自己寫東西 寫東西的時候 整個手是抽筋 第四 還有呢 有些人呢 你看到那個耳珠那裏 耳珠那裏 耳珠那裏呢 有一條痕子 有一個折痕的 這個很多人都會看到的 耳珠那裏呢 有一個折痕 這個也是一個警號來的 好了 那 一個橫橫的折痕 一個斜的折痕在這裏 第七 發現呢 走路不用走很久 短短路呢 都發現那個腳 小腿的腿 是覺得有一種痛的 軟軟痛痛 就是走一點 有這個感覺的 是 第八 覺得自己的記憶 就沒有以前那麼好 嗯 這個很多人都會有 是這個很多時候 還有呢 第九呢 就發現呢 那個 到夜晚黑 那個黃昏啊 艾蠻的時候呢 發現呢 竹果是有些種 水種 嗯嗯嗯嗯 那第十呢 發現呢 就是 少少運動 少少操勞 或者甚至乎 躺下的時候 都覺得不夠氣 嗯 躺下就覺得不夠氣 就是好像呼不得氣 那有時候呢 你看到呢 眼角膜那裡 在外圓呢 是有一個白色的 有一個圓圈在那裡 嗯 其實通常呢 這個應該就是 在那個 瞳孔那邊那裡 是的 那有些人都會看到 是越來越多 那有些人說呢 這個呢 就是那個 血管閉失的症狀 嗯 剛才說了這個呢 十一條題目的時候呢 那你們呢 就回答了有多少題 有多少題是 是沒有的呢 那一陣子回來呢 那一陣子回來呢 阿元醫生就跟我們 再分享回 究竟呢 有幾大可能性呢 就會出現了那些 血管閉失的訊號了 那這次時間差不多 一陣子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今天我們題目呢 就是 打通血管傳失的秘方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第二節原網台的 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回到今天我們的題目 就是 打通血管傳失的秘方 阿元醫生在休息之前呢 我們就給了十一條那個題目 我們的觀眾 聽眾呢 去自己試一下 看看自己有幾多條 是有的情況出現 這個是顯示到 如果我們有這些情況出現的時候 是顯示到我們那個血管 有機會會有阻塞的情況 上次講過十一條 十一條就是一個警訊 就是早期的警訊 當然最好就是一條都沒有 是 當然越多就是 你的血管傳失的機會就越大了 沒錯 這個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容易 自己可以測量到的 是 不需要做什麼的心點圖 那些這樣的運動心點圖 因為在外國呢都有很多這方面的研究 發現呢 運動心點圖 心點圖其實都不是那麼準確的 嗯嗯 所以這些事情呢 我們這方面 其實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 都應該和大家分享過了 很多這樣的儀器的測試呢 其實都不是很準確的 是 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三十個是錯誤率的 是 所以呢 不要只是靠這些 自己有自己的方法 是 可以知道呢 早點預防 很多事情呢 早就一輩子都不會有這些症狀 早點做些事情 是的 好 我曾經都說了 其他問題呢 其實有些不需要用西藥 不需要用開刀的方法 來處理這個問題呢 是 其實呢 有很多的 我現在和大家分享 起碼有十三個 十三個很簡單的方法 這全都是我已經在醫學民電做完的研究 第一呢 就是有什麼工具呢 不是用那些西藥 所謂註冊的西藥 非天然的藥物 來幫助我們身體呢 第一就是 Megnesium 尾 尾 尾是對我們健康的心臟 是一個必需要的 第二就是 三文魚油 因為三文魚油 大家都經常都看到 有EPA Ecosal Pantanol Acid 那這個EPA是什麼呢 是減低我們那個血小板 是減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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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個就是三文魚油 很質素的三文魚油 第三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大蒜 是 大蒜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阻擋那個 營血的機制 是 就是平時 當是 食物也可以 或者是 煮菜 是吧 有些人喜歡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這些味道 但是有些不喜歡這些味道 其實呢 都可以找一些 大蒜丸 是吧 大蒜油丸 之類的 好了 第四呢 就是維他命B6 原來維他命B6 是可以防止 血小板是凝結的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 Niaxin Niaxin 是維他命B的一種 那 Niaxin 也是對抗血管硬化的一個工具來的 是保護我們的血管的 那接著是維他命C 大家很多人都認識的 維他命C 是我們的前利線素 增強我們的前利線素 很多人其實都認識的 因為已經太多人了 很多人可能說什麼都不認識 起碼只認識維他命C 就是維他命C 好了 那還有呢 維他命E E E也是保護我們的前利線素 也保護心臟的 接著呢 就是Bromalin Bromalin Bromalin 就是什麼呢 是鳳梨酵素 那鳳梨酵素 也是減低 我們那個 血小板的 那個黏度的 好了 接著就是 SUN 是一個抗物鹽來的 SUN 是一個催眉劑 就是Catalyst 幫助一種酵素 我們叫做D6D 一個酵素 是處理我們脂肪酸的 新陳代謝的過程 是令到我們有一個 好健康的 心臟血管 嗯 OK 那 星呢 也有些人知道 男士喜歡吃蠔 因為呢 對那個 那個 男性的筆舉問題 有幫助 但是星也對皮膚 所以星呢 是一個 抗物鹽 但是 是一個身體的催眉劑 只要大家呢 可以說一種 催眉劑好像酵素那樣 推動它 你沒有它呢 你的身體 那個身體那個生化活動 是慢了 是沒有那麼好的了 好了 接下來呢 就維他命B6了 Paradoxin Paradoxin 因為身體那個鹽症 那個血管的鹽症越高 那麼其實呢 我們鹽血呢 現在很多醫生懂得用的 鹽這個Homocysteine 那麼 就不會變成一個 叫做Crystallinoline 這個呢 就是會令到我們的血管 可以說是破壞我們的血管 所以維他命B6 也都幫助到的 那接著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葉酸 那葉酸呢 其實直接可以說 是對付這個 那個 那個 血管 那個血管的酵素 Exo酵素 那 因為呢 我們知道 我們有很多喝的那些 所謂牛奶裡面 是經過那個高溫處理 是 我們叫做Homogenized 是 它有一種酵素呢 其實是很傷我們的身體的 那 這個叫做Exo酵素 那 其實這個 我們喝的那些牛奶 我們經過高溫處理 所謂巴斯特處理的牛奶 就有很多這些這樣的酵素 這些酵素 Exo酵素呢 就會令到我們的身體的血管 硬化 就不是膽固醇 是 那也都會呢 是 Foliacet液酸呢 會減低我們那個Homocytin Homocytin Homocytin 不知道什麼 半月什麼什麼 一個 一個氨基酸來的 我中文名字 一時間就倒閉一下 好了 但這也是一個危險的物質 好了 那 還有維他命B12 維他命C12 也是幫我們減低我們Homocytin 身體的不好的 一種炎症的 就是減低氨基酸 還有兩樣 也是氨基酸 叫做Carnadine and Taurine 這兩種是氨基酸來的 Carnadine和Taurine 這兩個呢 不是屬於必須的氨基酸 其實我身體呢 大概有八種必須的氨基酸 這八種必須的氨基酸 可以幫助你製造其他氨基酸 所以Carnadine和Taurine 都不是說你一定要進食的 因為自己身體都懂得做的 好了 這個對我們的健康心臟很重要的 有些人就用Propylneal-Carnadine 通常我們用的 有些是軟狀 有些是一種液體的 我自己經常當飲品裡 我會加些下去的 Propylneal-Carnadine 都是每天可以吃兩三次 份量五百到一千mg 還有一個就是Nac Nac Nac很多人都有機會用 是化痰素來的 但其實它是一種抗氧化的 Nac 現在發現它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製造Glutophion 這是一個很好的抗氧化 Glutophion是一個很強的抗氧化 而Nac 可以幫助你製造Glutophion 好了 還有就是RNA的核酸 核酸幫助我們恢復精靈 心臟的能量 Glutophion 我相信很多人認識 Glutophion 是幫助我們製造心臟的能量 所以是直接對心臟很重要的 最後就是酮 酮太多 就會令到我們身體出現糖尿的心臟 心臟可能糖尿病的人 其中一個因素是 他的酮是比較高的 身體的酮會比較高的 其實以上這些的儀器 其實是很多健康店都會有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般的營養補充品 有一部分我們在平時的食物裡 都可以找得到的 當然如果真的要針對性來做預防 吃的量也要多一點 說起食物 我們最近都 所有的病人來 我們都會介紹過一個新的食物金字塔 新的食物金字塔 其實最基礎的 最底層的就是蔬菜 你知道葉酸 全部是深綠色的蔬菜裡面有的 所以在蔬菜裡面 盡量有機會吃些沙律 每餐有少許 你都可以多吃些 蔬菜裡面很多人很著重 就是不同顏色 不同顏色有不同的作用 紅色、橙色、黃色、綠色、紫色 其實都有不同的營養素 這是最底層的 接著上來一點就是水果 水果我也跟大家說 吃多些啤梨 蘇多啤梨、藍莓、桑梨、桑梨 即是那些是Berrys那些 Berrys那些 它的抗氧化是好很多的 最近發現老人痴癌症 在英國有一個節目 好像BBC 他說老人家吃多一點 蘇多啤梨 啤梨的記憶力都會改善 當時就叫老人家做一些 智力遊戲 讓他看到是有實際的療效的 除了這個 上一層的兩邊 一邊就是水果 另外一邊就是 我們吃豆腐 pouses 就是那些扁豆 豆類 豆類食品 不是吃菊類 我們以前最下層是菊類 導致很多現代人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食物 這次是錯的很厲害 再上一層就吃些Nuts 例如巴西果仁 開心果果仁 那些都是發現對心臟好的 還有種子 種子當然 阿麻子 大麻子 Helm Seed Oil Kia Seeds Kia Seeds 八二子這些 其實都很重要的了 接著就 這個我講到第三層了 再少一點 就是油 油 我們建議最好的油 最多人都有機會用得到 就是那個椰子油 椰子油 椰子油 還有那個 橄欖油 橄欖油 這兩種都比較穩定一點 橄欖油大概那個 boiling point 大約170度 椰子油就再高一點 所以我們煮食 就用椰子油 在東南亞呢 很多人都習慣的 很香的 但當然 中國人呢 就是 習慣用一些 不是本身有很強烈的味道 油 有時候發椰子油 已經有椰子味在那裡 但椰子油其實是很好的 現在在產品的市場上面 的需求上面 都有一些煮食的椰子油 就已經剔除了沒有那麼濃烈的椰子味 那我始終覺得呢 當然 在我的立場 我都覺得 明明是椰子油 明明是橄欖油 明明是橄欖油 怎麼會剔除了那些味道 大家要接受到下去 我覺得不需要找一些 特別要加工序去攪拌它 盡量原裝原味 當然 所以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食物各方面 當然 最頂那裡 都是可以有些魚 有些肉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 盡量吃多些油肌 是 有些人 其實肉有很多因素 有些人因為健康因素 他覺得自己吃肉 是對身體又不好的 也有些人因為環境因素 Dia for New America 還有一個人道的因素 他們很推揚 其實是用Vegan Vegan 連牛奶都不需要喝 連雞蛋都不需要吃 我覺得很多時候都是 如何食物都要看負荷的體質 還有天氣地域的環境 我覺得最適合的 都是吃你地域的環境 所能夠製造出來的食物 這是應該最準確的 對 南太平洋的人有很多水果 對 蔬菜 水果 如果你在北面很冷的地方 很明顯吃很多肉 很多油 一定要 基本的百分之十分都是吃油 不吃油 我想他們都熬不到冬天 沒錯 所以其實每個人的體質 都是慢慢食營在這裡 當然最重要是不要吃人造的食物 這個最差的 糖分 將營養拔走的白糖白鹽白麵粉 吃鹽 其實人們不用怕鹽 你要怕是怕提煉的白鹽 如果你吃海鹽 或者喜馬拉雅粉紅色的鹽鹽 其實它有很多好的營養在這裡 所以鹽的身體當然需要 身體不可能沒有 記得鹽裡面有很多其他礦物 你不要只吃白鹽的東西 不是只有蠟 不是只吸收蠟 你就會吸收到很多的營養 所以現在大家都供應兩種鹽 海的就是Celtic Resort 在非洲的海岸 在法國海岸 還有一個就是喜馬拉雅的高蠟鹽 一個粉紅色的 你看到這些鹽是適當的用 其實對身體是很有益的 就不要只是什麼鹽什麼鹽不兜 其實不一定可以 不可以一面倒 只是那些誤解下去 是的 所以除了陳昕所說的營養素 其實我們都可能有些其他的東西 好的 這節時間差不多 一會兒回來 我們會繼續回今天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打通血管全室的秘方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除了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這樣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歡迎回來第三節的 原網台自然療法語力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 打通血管全室的秘方 醫生 休息之前 我們也提及了很多食物裡面 或者是可以怎樣 拿到營養素 我們新的食物金字塔 幫助我們怎樣去預防 心血管的毛病 心臟病 心臟病 其實在我們的健康店裡 也有很多類型的產品 可以提供給聽眾 另外一樣 譬如在食物裡面 山渣這些 都可以對降低血壓 腐臟的心臟問題 都可以有幫助 譬如山渣 或者是剛才說過 我們都有一些 譬如大蒜苑 譬如Taurine Q10 這些產品 葉酸 這些濃縮 我們都有 是的 你會發現 我剛才說過的 醫學文獻裡面 做過實在的研究 是證實了的 當然 現在在市面 很多這些產品 配合醫學文獻 是幫助心臟的 讓你知道 其實在處理心血管閉塞 那些事情 絕對不需要用西藥 還有用開刀手術 手術 隔支架 這些方法 很多人 我也聽過 我也有個朋友 幾年前 去泰國打歌虎 去打歌虎之後 他突然間 心臟有點不舒服 進了醫院 一查就說 他有這些 心臟病室 他們就可能 泰國肚到醫生 即時就說 他要通了 立即幫他做 要扔支架 當然一般人都不太認識 當然這個朋友 他時候才罵我 為何不把這資料 做給他 但我最近竟然認識他 結果他就在泰國 做了支架手術 然後當然 又要他吃藥 你不要以為 他們說做了支架 不是的 做了支架 然後吃藥 吃了一輩子 這就是他們的治療 不是這樣做了支架 就算了 為何他這樣做 因為支架 他會再失去 他唯一一件事 就讓你吃一些薄血藥 就是薄血藥 讓他不會再失去 其實在外國很多的研究 通常幾年 兩幾年之後 多數都會失去 還有你記得 藥支架 始終都是 有一個物件在 外內的東西 物件在 你的血管 經過一些物件 要拆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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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引發那些 聚跡在那裡 所以 根本說他們 不會說就這樣就算了 好 你的朋友當然 回到加拿大之後 他就發現 很後悔 為何會被人做到這些 因為資架入宿之後 拆不出來 他就覺得 糟了 我現在要吃了 如果我不吃 那支架更容易失去 幸好 他就找到一些中醫的肺 中醫的肺 中醫做了一套肺 那些粉狀 他就開始吃了 他吃了之後 不要再吃那些西藥 他覺得西藥是非常之好的 配方裡面 包括單心 單心 在中醫來說 很多時候是用來急救的 因為突然之間 心臟痛 擔心軟 是其中一個 不需要用這些化學的東西 在西藥方面 這些急救 剛才你也提過 這些薄血 其實都是說 當時是用阿時不靈的 是不是 大家都聽過 結果他們通常就變成什麼 其中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阿時不靈 他就做得很簡單 他說這些不是一個大劑量 是很少的 我們就叫做Baby Aspirin 就是寶寶仔 寶寶仔可以吃了 感覺上 寶寶仔可以吃了 為什麼怕吃呢 很多人就以為 阿時不靈 就是一般常用的薄血藥 一定背後有很多的科研 不多不少 他一定有很多科研 其實那個 事實上 這個做法是大錯特錯 而且這個是一個很危險的做法 在外國差不多每年都有一、二萬的人 死起阿時不靈 導致內出血 很多胃出血 突然之間 膨胱出血 就是不可收集 而死在這個 是很常見的 因為薄血藥 真的令到你的血 薄到一流起的時候 有什麼傷口流血 它在裡面 它根本就指不到 好了 但是 那些科研肯定做過一些事情 是不是 難道那些科研是假的嗎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很少人會研究科研 到底怎麼做 很多人看了之後 發現了 原來 他們真正實現的研究 用的阿時不靈 其實就不只是阿時不靈 是叫做Buffered Esprit Buffered了 即是加了一些東西 加了一些東西 加了一些什麼 加了一些什麼 是美 Megnesium 剛才我們一開始 也都看過 天然的產品裡面 就是用Megnesium 用美來幫助我們 預防心血管的病 其實原來 他們當時用的實驗 所謂阿時不靈 是加了一些美 Buffered Buffered就是緩衝的 可能阿時不靈 沒有那麼削 沒有那麼削你的身體 加了美 我們知道很多研究 是證實了 美對你的心臟 是有一個保護作用的 這個已經是研究了 它做什麼呢 它會打開你的血管 幫助你的甲吸收 甲吸收 甲是什麼呢 甲是保護你的身體 血管 心臟不會有不規則 很多時候 人們進了急症室 吃了很多藥 他們經常看著甲 有時候發現甲 如果是多了個頭 或者不足 他們就發現 你的心臟血管 是會不規則的跳動的 是 而那個尾 也是一個天然的薄血藥 是 令到紅血球 就不會貼在一起 那貼在一起 就是所有的血傳 是嗎 好了 原來真正的功效 其實在哪裡呢 在尾 為什麼呢 它曾經做過一些 對一些突發心臟病的病人 即時做解剖的 是 那發現呢 大部分呢 這些突發心臟病 發現呢 他們的身體 他們的心臟 是缺乏尾的 嗯 是缺乏尾的 是缺乏尾的 那 而當時呢 他們發現呢 如果一個心臟病發作呢 你用什麼方法急救呢 其實呢 他們現在呢 已經知道呢 即時是滴注射尾的 是 那麼呢 用這個方法去救他們呢 你的那個 存活率呢 是增加了25%的 嗯 所以呢 現在的救急那些呢 在那個急症室呢 其實呢 通常呢 就是用尾 OK 那麼我通常 我們現在有一個產品 叫用甲和尾 即是Protestium Magnesium 那是幫助我們 整體 就是加強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心臟的 的營養 OK 那所以呢 用這些這樣的工具的 的病人裡面呢 其實呢 是很少很少呢 他隨機中我做過實驗呢 就是用甲和尾 那用了大概是十年左右 那用了好幾百個病人裡面呢 他們呢 在這些病人裡面呢 是根本就是 沒有心臟病 嗯 可以這樣說的是一個 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對吧 嗯 其實呢 剛才呢 我們有講過一些題目 那就是有那個 心血管那個的警號 那些 那其實呢 會不會在外型上面呢 都看到有些人呢 是 即是他會 他會患有這個心臟病的 即是他的成數會高一些 那樣呢 大家都知道呢 是肥胖 是不是 肥胖是一個危險 那肥胖是多方面的 危險 那心臟血管就是其中一個 那我們通常過去呢 就看你的身體肥胖 就用什麼呢 用BMI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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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發現呢 在預測心臟病那個呢 其實用你的體高體重 用BMI呢 其實呢 是不準確的 嗯 另外一個更加準確的方法呢 就是量你的腰圍 和你的電圍的比例 嗯 就是量你的腰圍和坐圍的比例 這樣來計算那個 是的 那這個呢 是更加準確的 那你肥得來 看體型呢 如果你是蘋果型的話呢 那蘋果型呢 就是你看到呢 中間就肥胖一點 那你那個 是很危險的 就是如果你那個脂肪在腰圍那裡 在胃那裡 是危險的 危險過多些肥 就是有一種叫做鋁型 那鋁型呢 就是那個全部的那些 坐圍那裡會比較多些 那發現呢 是蘋果型的體型呢 是危險過呢 是那個鋁型的體型的 那所以我通常呢 就如果要知道自己 當然啦 如果你知道你的肥胖 那你知道肥就肥了 那還有一種肥呢 就肥得危險之的肥呢 就是那個腰圍呢 是比較大的 那通常呢 就用那個腰圍 和那個那個電圍呢 的比例呢 那如果是女性呢 如果你是多過0.8的話呢 是危險的 如果男士呢 是多過0.95呢 那就是說呢 你那個那個 心臟病的危機呢 是高很多的 那這個是一個 經過二萬七千人的研究的 OK 那發現呢 用BMI呢 一般那個體高體重呢 是非常之不準確的 啊 因為呢 它沒有考慮到 你那個身體那些 那些 那些肌肉的那些密度 是 那譬如有些人是 很大隻的 肌肉很多的 是的 那當然它體重一點 很重的 骨落很重 那所以這些人的BMI呢 可能高的 那所以呢 你只靠BMI呢 其實很多時候不準的 那我以前呢 我們都和大家也分享過了 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看那個 照發鏡 照發鏡更準確 那所以呢 剛才說過的那個資料呢 是根據二萬七千人的研究的 OK 那所以呢 用這個呢 就是看到呢 其實呢 這個體型呢 蘋果型呢 是對比較理型呢 是更加危險的 而BMI呢 在這方面呢 就是預測的心臟病 是不準確的 嗯 就是總之現在 可能是坊間 一些人說的 叫中央肥胖 是 中央肥胖 那個那個 就是變了 患有這個 心臟血管的問題的人 那個就是 就比較是高危一點 那個 你只是一個 可能只是一個 坐在座位啊 坐得多啊 那些東西 來到肥胖的情況之下 所以一般的 大家當然 生活方式的風險 就是你運動不夠 是不是 還有你吃的東西 澱粉質啊 糖分啊 比較多 那這些反而是一個 還有喝酒啦 吃煙啦 這些很明顯的 那所以這些 就是生活習慣呢 其實呢 就是很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最近呢 就在網台網上 我經常都在外國 聽很多外國的訊息 那最近有一個 就說那個 美國呢 是一個 drug culture 整個社會 都是弱弱弱的 嗯嗯 其實他說最大 最創傷的藥呢 是什麼呢 是煙 和酒 啊 因為這個雖然是合法的 是 但是很多時候呢 在我們的文化上 我們的 culture裡面 不明白呢 它導致的創傷 是軟厲害的 鴉片 大馬那些 是煙咀這兩個 是很重的 煙咀一向已經證實了 它的傷害性都很大 酒呢 始終有一邊的學說 就是說 都可以少量少量 可以促進心臟血液循環 就是喝些紅酒等等 但是這個呢 都是適可而止 永遠這些都是 是 是 好 謝謝袁醫生今天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 是認識了真正的認識 那個心血管的問題 亦都是怎樣可以作出 一些預防的措施 希望大家可以今天的話題裡面 是可以幫到大家 以後那個健康的生活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約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與你 就可以聽完我們的節目 今天麻煩你了 袁醫生 拜拜 拜拜 拜拜